前几天柬埔寨发生了一些市民上街抗议 他们是响应反对的 就是这个桑兰西柬埔寨阵线 就是前两年要回到柬埔寨 然后鸿燊要抓他 不允许他登基 不允许他回到柬埔寨的反对党领袖 他们为了纪念停战29年所举行的一个抗议行动 规模不大 在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门口抗议 而且明确地喊出了口号 要求不要让中国在柬埔寨设立军事基地 那么我们看到警察 要求民众在五分钟之内解散 最终有几名抗议者被抓捕 就这种事呢 在柬埔寨 烙成这样 应该来说还是第一次 抗议一直有 提到这个中国在柬埔寨设立军事基地 应该来说还是比较突兀的一个事件 其实之前呢 有一些传闻 比如说中国在柬埔寨开设的这个度假村项目 是吧 汽海度假村项目 在中国在柬埔寨和老挝拿到的很多这种旅游度假 休闲 甚至赌博的这些场所 一般都是有99年的合同 当然了 他们在孟加拉也有 在其他国家其实也有 那么这一切尤其是靠近海边 那么有直接迈向深海的 建立海军军事基地的这种可能 国际社会呢 对他的关注会多一点 因为越战的原因 在原先的法属印度之辣 就是越南柬埔寨老挝 其实包括泰国 美军都设立了很多基地 比如说 泰国靠近老挝方向的乌龙空军基地 其实2018年开始 美军就重新启动它了 那么这些没有人宣传 那么柬埔寨的这些项目 经常被人关注 我18年10月份到达美国 刚来大概半个月左右 我在美国接受了一次访谈 这个访谈其实到今天为止 都没有被制作方公开 因为我谈的东西 可能比美国之音报的 要早两年 也是关于近视基地 中国在老挝的军事 在柬埔寨的军事基地 不是第一次出现 其实之前 中国是以帮助老挝 训练由中国援助 或者说低价卖给他们的这些装备 主要是空军和陆军的装备 那么这种训练的场所 就在柬埔寨 训练结束以后 武器装备交付给柬埔寨以后 这些基地其实都保留下来了 所以在柬埔寨不仅仅是 人们现在关注到的所谓的 度假村项目 或者说云朗 海军基地 事实上 还有空军基地的存在 那么陆军培养 柬埔寨军人使用 中方提供的轻型坦克 轮式步兵战车 这些训练营地 事实上也被保留下来了 柬埔寨是一个 经历过太多苦难的国家 人们提到它 一个是关于它有很多 佛寺 它有很多值得人们去 膜拜的一些佛教圣地 那么更多人们提到它是 波尔布特 红色高棉 是吧 乔森班 那么这些人 在上个世纪 国际共运 传遍全球的这种状况下 在60多个社会主义国家 或者说 进行的社会主义实验的国家中 是走的最极端的一个 它在全国 要消灭富人 他们消灭了现金 他们曾经进入一个 无现金社会 可以这样说吧 凡是 空想主义 预备的主张 他们都实现了一遍 最终造成本国 死伤三分之一以上 就死亡人口可能 都能达到三分之一以上 这还是非常 谨慎的一个说法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 他本国人被他杀了 差不多一半 城市人口基本上都被消灭 大家都知道 中越自卫反击战 以及之后的十年两三轮战 从1979年打到1988年 事实上到 雅云会 五元甲大将 坐在雅云会的 主席台上 就是看台上 这场战争才结束 那他为什么会开始呢 都知道是 邓小平为了 给美国人 给西方阵营 交一个投名状 退出社会主义阵营 直接把枪口对准越南 但在这之前 你要知道 它是一个连锁性质的东西 越南出兵 柬埔寨 柬埔寨向中国求援 柬埔寨的领导人 都长期访问中国 甚至在中国流血 在中国深造 他们所有的 共产主义实验 其实主要的来源 是毛泽东 毛泽东把很多 带有探索性质的课题 让他们去做实验 所以在柬埔寨 发生的惨剧 中共是有责任的 或者说 它是教授犯 它有 负有指导性的责任 那么 越南为什么要出兵 柬埔寨呢 是因为越南 公民在柬埔寨 被大规模的逮捕 枪杀 但可能 很少有中国人知道 中国在柬埔寨的花侨 被杀的更多 中越之间出了问题以后 越南也在排华 与中国接壤的越南北部还好一点 你还可以往回跑 中共为了甄别 不太愿意给你进类地 但最起码 它会建一些华侨龙场 来安置你 那么在蓝月的部分呢 你就只能 面向汪洋了 所以你见到了很多 流落在世界各地的 越南华侨 今天你会遇到很多 越南裔 无论在西方哪一个国家 因为他们主要跑的都是西方国家 但很少有人会告诉你 越南一众 不仅仅是 越战之后 随着美军英军 撤离 越南战场的 有很大一部分 事实上 是在柬埔寨排华 越南排华以后 才跑出越南 你可以把它简单地理解为 波尔布特乔生班 他们在实践毛泽东 提出来的一些构想 他们比毛泽东提出来的 走得更远 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消灭了 已经在柬埔寨生活的 甚至因为中共建政过去避难的 中国华侨 他们同时也伤害到 越南的侨民 在这个情况下 越南出兵了 中国 违未就造 1979年发生的 中越战争 它事实上 是中方 在帮助柬埔寨 它不仅仅是 给西方世界交个投名状 至于说越南人觉得很冤 是吧 我在 帮助你陈楚 杀害你侨民的 红色高棉 你还来打我 这个它不管 因为它对国内 封闭了 这一块的信息 它没有宣传下去 所以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人 对这场战争的起源 只知道一部分 那么节目在 最大的问题 是 洪森以后 洪森是一个擅长 玩手腕的人 可以说 从他上台 直到今天 他没有像联合国 也没有像任何一个国家 求援过 所有给他的援助 都是你们上赶的 贴上来 送给我的 经济上 他能仰仗的是 联合国的帮助 以及中国 对他的投资 后者对他更为重要 但洪森 毕竟是一个独裁者 是一个强权 归根到底 他本质上是个人 就如同普京大帝一样 他会死的 他死了以后呢 建博寨还会 出现一个强人政治吗 谁来接他的班 他今后的走向是什么 所以我在老挝的时候 就有很多 中国人去建博寨 但是我一直不建议他们去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建博寨的今天 你不能预测他的明天 本质上 他还是在一个 强权政治之下 未来具有相当大的 不确定性的国家 他今天能把 美国人原先建立的 云朗海军基地 修成了以后 做给中国人 难保过两年 他又把这个军事基地 把中国人赶走 再做给美国人 因为你不知道 洪生什么时候死 政策什么时候会变 他今后亲谁 你根本就不知道 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 都只能暂避一时 如果说你不能融入当地文化 你不愿意融入 其实他都不是久居之地 很多人说 东南亚有很多国家 现在也开始进入改革开放了 比如说越南 他今后可能机会更多 但你不要忘了 他极有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 现在说起来是 打代理人战争比较多 大国之间不太容易 进入战争状态了 但从奥巴马后期提出的 美国重返亚洲 一直到今天我们见到的 美军重返亚洲 未来 在中国周边 尤其是东南亚国家 与中国接壤的国家 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的概率 在增加 美国人不会直接出兵 但印度有可能会跟中国打 越南有可能会跟中国打 柬埔寨跟老吴 谁知道呢 如果说你在这样的国家 定居下来 拿到他的公民权 你的孩子在那儿成长 那几年之后 如果发生战争怎么办 尤其是 家里面要是有姑娘的话 在东南亚国家 法属印度支那地区 战争期间屡性从军 很少有真正的军人 好听一点 通讯兵 卫生兵 晚上呢 所以我提过很多建议 给已经到达这些国家的朋友们 建议他们 过渡一下 不要买房的置地 扩大投资 因为 如果有一天 当你看清这些国家 会对你和你的家人做什么 我相信就已经晚了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